日本日经亚洲评论近日文章 原题通过合作 中国和日本能重振两国经济 二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任教是在新英格兰地区 最受当地人喜爱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说 好篱笆造就好邻居 如今我在北京任教 对受日本和中国尊敬的一位学者来说 北京是熟悉之地 可这两个国家并非总是好邻居 对于本周来临的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周年 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傅高义 应该有许多话要说 在生前所著最后一本书 《中国与日本》中 他提出有关这两个国家 如何才能合作造福双方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 与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 共同生活和学习的我 每天都在问自己相同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幢无异于建筑奇迹的大厦中 教室位于我们住所楼下 餐厅让大家就餐时聚在一起畅所欲言 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这种英卧氛围 位于北京一所熙熙攘攘的校园内 而这所大学在全球排名前二十 我们正进行的国际学习实验 发生在彼此学习的相互尊重与开放的氛围中 包括对世界大事的不同看法 当我问一名曾在东京读本科的朋友 如何改善中日关系时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们需停止助长迅速滋生和蔓延的仇恨与负面风气 了解彼此会有所帮助 而无知会助长孤立和怀疑 中国和日本都重视教育 强调求之欲科学进程 对相互学习的热情程度 几乎令所有其他地方相形建筑 两国之间的共同点有助于治愈至今 仍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创伤 尽管对这两个宿敌的大多数报道 都充斥政治和政策冲突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地区经贸关系看 日中两国高度交织 即使在疫情持续背景下 两国经济关系的热度 仍能消弭政治含义 在2020年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后 去年日中贸易总量上升17% 这是首个包括这两个国家的自贸协定 一旦中国放宽旅行限制 中国游客无一将再次涌向日本 中日之间的政治不信任 历史分歧和地缘政治紧张 不斥冷战 但将二者绑在一起的经贸关系 是一种硬通货 他们需要相互合作而非对抗 我怀念傅高义的睿智话语 在疫情将我们撕裂前他曾说 如今中日的相互关系 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两国间正进行更多商品交换 和更多人员往来 如今仅一天就超过清朝和德川时期 数百年中的任何十年 我愿意看 我愿意看